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人不愿意干 因为这个还是比较辛苦的 那么我才发现 洗车机行业 这个小动行业 行业没有这种标准 制造的设备技术非常落后 而且上面的功能非常少 故障率还特别高 设备根本无法正常的洗车 那个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要辞职 我要去做一款适合中国国性的洗车机 我们是国内第一家把洗车一体做到这个设备上面去的 不单单有洗车的功能 它还有护理的功能 在我们的洗车设备之前 冲一圈水 它要八十几秒钟 而我们只要短短的二十八秒 效率提升一倍以上 那相对应的你的洗车液也好 你的用电量也好 你都节省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可以这么说 我们的洗车设备 才是一款真正意义上面的智能化洗车设备 它可以实现无论之什么 不需要人工 它从车子进去 洗底盘 冲泡沫 冲水 上磨彩 上圈彩 杜罗拉 到整体的车子风干 一整套下来 它不需要人工去参与到里面去 我洗好了 你好 洗好了 速度还可以吧 速度可以的 速度又快 我刚看了一下 洗车很干净 一天大概有洗几多少次 这样的 人工洗一天大概有个三十多个了 这七十万 人死了五六十个 对对对 效率高了嘛 拉厉害的 对啊 我们用了三年多时间 产品也出口了海外五十二个国家 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 建立起了这种代理商和服务商 我们跟我们的小伙伴都在讲 从我们雷速走出去的东西 是代表中国走出去的产品 我们不能给我们的中国制造业磨焙 我们要做好的东西 做好的产品 让买我们社会的人更加没有后顾之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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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